古老的人类起源之地 到浓墨重彩的工店遗存 普通老百姓到一国总统 共同图写的和而不同 眉眉与共的思路华彰 三家人呢 就是那个拼过军神 不言败 不管是代表沙田 而且又代表中国 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最主要是自己进行力 我们是一条船一条心 他们很快 到沙田之前 你能办法 来沙田之前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沙田离海很近 渔州畅晚 心流交错 沙田镇位于东莞市西南部 已身于东江南之流 这里常年雨水充沛 而且管草肥美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距离中国近代史开端 也就是林泽徐虎门硝烟的遗址 仅有十几公里的路程 郭树荣 是土生土长的沙田画家 十多年来 他坚持不懈 创作百米长卷图 希望能把沙田淡家人的精神 记录下来 这一幅画呢 这是我这个长卷 百米长卷里头的 比较重要的内容一部分 所以我把它定为什么呢 定为是沙田的造田精神 因为沙田以前根本就是 贪图跟海洋 我们沙田正处在 那个世界洋的中间的中间 我小时候说 十岁以前 每一幅长潮 沙田都是全部渊灭的 后来到1958年 凡是人动的人都要出动 所以整个场景全部是 这些就是他们的大庄啊 所有的那个大木层 帆层 全部那个一破了 沉在地上去 现在沙田 能有那么多平地 全扣这些人围起来 龙州就是我们单家人 那个生活当中 尤其是文化体育这个方面 尤其重要 沙田人的那个 长期生活在水上 他们挖农船 挖船 是那个他们最大的特点 所以说呢 既从沙田有了龙州以后 他们去南地参加比赛 多了个好城市 沙田是中国第一个龙州基项目 一幅幅画卷穿越人间 我们看到了 淡家祖先曾经的足迹和身影 曾经摇路撒网 一个畅晚的淡家情景 虽然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沙田淡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已经过上了新的生活 成为了路上淡家人 沙田人从历经苦难 到拼搏奋斗 再到如今 将小渔村建设成活力 宜居 蓬勃向上的创新港城 从他们的身上 看到了处在改革开放前沿 广东东贯人 那种勇力朝头 敢为人先的精神面貌 龙舟精神 正是这样 一脉相承下来 东贯沙田作为龙舟之乡 有着数不清的龙舟队 当中有一支很特别 从29岁的妈妈 到57岁的爷爷 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和所有沙田龙舟队员一样 他们并非专业的滑手 而是地道的淡家农民 今年三月份 沙田收到了一份 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函 赴美国哈特福德 参加一场盛大的龙舟赛 这23名队员 在数百村民中过关斩将 最终拿到了参赛资格 大洋彦 在 français vor 有很多大部队 马磊 老梁是这支队伍中 年龄最大的队员 过去的20年里 他带出的民间龙周队 累计超过10次 在国际赛场夺得冠军 身经百战的他 理所当然成了教练 同时兼任剁手 他的基本动作 他在国际赛场央得冠军 他在国际赛场央得冠军 那是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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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场上最令老梁头疼的不是女儿梁桂兰 而是年龄与她相仿的滑手冯金喜 冯金喜拥有自己的龙舟队 也有一套多年总结下来的滑船技巧 她也很努力的 但是她的动作还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完美 有一点问题都说 都有什么意见都带着讨论一下 我就比个节奏的转 我知道我怎么比个好一点 我经常给个意见是南枣链是不是 看着我个人的看 能力大很难感 南枣链的市场很不符我 它是老鸡排 就是慢慢去磨合 如果有一点磨合 好了我们成绩会更好 这个鼓手名叫小雪 90后 只要她上传挥棒 岸边永远不发尖叫声 鼓手是龙舟的灵魂 比赛中一切行动听从古典的引导 小雪正是凭借对节奏和万力的超强把控 成为远近闻名的女鼓手 很早以前 龙舟进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禁止女性登船 甚至龙舟从桥下滑过 桥上不准妇女行走 什么会认为不吉利 1996年 沙田打破了这个禁忌 成立了全国首支女子龙舟队 这才有了今天 女孩都来划龙舟的场景 我以前是长头发的 然后呢 完了这个的时候就 不想留了 也不想去收拾自己了 就觉得一片心地投入 然后就往这个龙船塞进去 长头发的又要打理它 又要很费功夫 所以我就短头发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不 不照常她去划龙舟 因为她觉得她又累 又苦 还有太阳 现在夏天嘛 特别热 我觉得她还比较适合去 或者上班 或者在家里玩 大早 平常我出去的时候 我那个小女儿就会说 妈妈 不要去划龙舟 她会拉着我 不给我出门 她说不要 我说为什么 她说妈妈辛苦 她一直去 有时候去上班 就说 就说手疼啊 起泡啊 那些我都觉得 好心疼的 她都不建议她去划龙舟 当时我拿骨锤不会打 打到我的手 船部鱼了 就是第一次打的时候 我会这样子去打 然后一刹头 然后很害怕 教练就说 你是整条船的灵魂 整条船的最好的形象人物 然后就慢慢的 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阿兰的丈夫 加班后回到家 看到她身上到处是伤 嘴上虽然责备她 辞掉舒适工作 来划龙舟的冲动决定 却还是默默拿起了药酒 心疼我也没办法 我也帮不了她 我也不会划 我只能说有时候她回来 她实际上有哪个地方 疼她就做不了 我只能帮她查一下药酒之类的了 她既喜欢去划她 不可能去阻止她 去划龙船真的很不容易 实际上说这个 如果这个是一个传统 她喜欢她 小镇的夜晚 宁静而美好 龙舟队员们却心潮澎湃 冯金喜虽然有自己的想法 但也丝毫没有懈怠 她给家里添置了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 抓紧一切机会训练 她希望自己能够拿出真本事 就像小说里的武林高手一样 在关键的时刻 大展拳脚 一流高手的 也不过是寥寥二三十人 哪有这样的机会 将这么多高手集合在一起的呢 就算你集合在一起 这些高手有正有邪 有善有恶 又怎能够齐心合力呢 祝你们出真顺利 祝你们在美国取得好成绩 祝你们凯全而归 这群在后厨忙碌的妇女 相当有来头 她们便是1999年 在世界龙洲锦标赛中夺冠的 妈妈龙洲队成员 当年 她们放下孩子 家庭和农活 打着赤脚 在英国举办的世界龙洲锦标赛中 一举夺得了三个冠军 威震国际体坛 这一次 沙田龙洲队再次出征海外 为了给他们践行 妈妈龙洲队正在做一顿 别开生面的龙洲饭 龙洲饭 是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大聚餐 虽无抱身赤肚 倒也大鱼大肉 所以大家一定要带着我们这个沙田龙洲队成 冲出国外争取这个好的奖赛 沙田为中国征冠 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好 沙田赴美国队伍中 有一个您熟悉的面孔 那就是我们节目的寻访嘉宾 曹景行老师 他在黄浦江边长大 不获之年踏着水路去了湘江 泛舟水上有他无尽的情节 接到节目组的邀请后 他放下了手中所有的工作 跟随着龙舟队员 来到了康涅迪格河畔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德福特市 它是美国东北部的 康涅迪格州的它的州府 康涅迪格州又是美国最富有的州之一 哈德福特它是保险业 金融业的一个中心 我们看看这些大楼就知道 都是这些行业的 从历史上看 哈德福特市也是很了不起的 它在美国的建国历史上 很多这些都是第一次 包括它是第一份报纸 第一个公共美术馆等等 在美国的内战时期 美国当时在总统林肯 解放黑奴和这里 都是有很多活动 很多的关系 还有就是美国著名作家 马特托威 他就在这儿写了 他的一些著名的作品 而且这儿有他的纪念馆 那么这样一个很了不起的城市 是和中国广东的东莞市 从2001年就是姐妹城市 而且从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 哈德福特市就举办 一年一度的龙州比赛 我身后的这条河 叫康涅迪峰河 在河的那边远处 来自中国广东东莞沙田镇的龙州队 他们今天正在这儿训练 那么这条河 是康涅迪克州的最宽的河 但是和这批来自东莞的 我们的土生土长的龙州队员 他们所待的 珠江相比当然小很多 那么我们也看到背后 有这座大桥 沙田的这些龙州队员 所住的地方 后面也有一座大桥 那叫虎门二桥 那是一座很新的 也是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 而我后面这座桥梁 已经有一百十年的史 我走近看过 都是一大只块气起来的 今天还是很稳地站在那儿 所以我们的龙州队员 他们在这儿比赛起来 感觉和他们在 珠江上滑上龙州 还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他们又在开始训练了 希望他们经过训练 他们会有好的成绩 我们是一座大桥梁 所以我们是一座大桥梁 所以我们是一座大桥梁 我们是一座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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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一座大桥梁 我们是一座大桥梁 正是一座大桥梁 我们住在附近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 从网上看到消息说 有100多个队伍 看看他们那个红色的 沙田队滑得非常整齐 频率很快 我想他们肯定能拿冠军 在第一和第二轮的比赛中 东莞沙田龙州队队员 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进入决赛 所有人都卯足了进 雷响了最后的战鼓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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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沙田龙州队以1分49秒40的成绩夺冠 实现了20年后再次扬威海外的壮举 同州共济 团结拼搏 力争上游 奋勇争先 短短16个字 落在这群人身上是沉甸甸的奋养 他们日夜训练 乘风破浪 他们收住自己的锋芒 齐心协力 他们向前看齐 力士为国争光 今天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他们用实力 诠释了中国龙州出海 永历朝头的力量 祝福雅 想天的东西 里面说 project 想天的法 越远的 风 Programs 挪 deswegen 还行 塔�的奋养 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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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